就是說怎麼樣把資料串接在一起 這個串接這件事情也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很多時候不是說控制來看到就好了 而是說我希望可以把它拿到別的地方用 像剛剛我提到的就是存檔 那怎麼做 第一個我們會需要類似 有點像剛剛那個ANS的概念 只是ANS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數字 我們現在並不是要計算 而是要把資料串在一起 然後存在哪裡呢?存在S裡面 所以同樣的道理我在上面先增加一個變數叫做S 裡面的話我先放一個空的自串給它 意思是說S就是一個什麼?一個自串變數 那我先產生 產生之後怎麼樣把剛剛的這些99數碼表 全部都幫我把它怎麼樣?串在一起 有沒有?那目前看到的結果是 我先一邊串接一邊輸出 所以並不會存檔起來 所以如果將來我想要把它留下來的話 那勢必要把什麼呢? 把print到的結果怎麼樣? 把它留下來 那可是要怎麼留下來? 這個說特別是因為上面有多一個S的變數 所以底下的話我可以把它加一個S S要怎麼樣把上面的東西留下來呢? 那S等於S自己本身 因為目前假設第一次的話因為空的 所以你後面可以串接什麼? 串接後面的東西 所以把這個複製到下面 那這一串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1乘1等於1 就是這一串 有沒有?先第一個 那尾巴的換行怎麼辦? 尾巴的換行 它是在這邊print換行對不對? 可是如果串接的話 你不能用print那怎麼辦? 記得在這個尾巴的地方 記得它輸出之後有沒有? 最後記得在這個print的下方 再增加一個 S加等於有沒有? 把自己串接的這個後面 再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反斜線N OK 這樣的話有沒有? 等於是那一行尾巴再加一個換行 跟那個print不一樣 所以print比較簡單 因為直接就這樣輸出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在尾巴再加一個換行符號 那這樣OK 那OK之後的話 我們現在就不要用print 因為print 假設我把它關掉 Ctrl-E 那這個也把它Ctrl-E 那我假設另外一個寫法就是 我希望全部串完之後再來print 所以我最後全部串完之後 我最後在這個地方 最外層 再把Sprint出來看看 OK 看一下結果 理論上應該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只是說它的那個順序就不一樣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有沒有發現 得到的結果 你說老師都一樣 不一樣 這個寫法是什麼? 我先把剛剛的所有文字 所有的文字 通通串在S變數裡面 然後最後才把它print出來 OK 所以看起來是一樣 但是我們得到的是一個S的變數 你說老師 那這個地方有什麼用途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應用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它存一個檔 比如說我希望將來可以在我們那個根目底下 把它存一個叫99乘法表.tst的話 那怎麼寫? 這後面其實會講到檔案 所以我順便先講 你可以用一個F等於Open 然後後面加一個什麼呢? 你的檔名跟副檔名 檔名的話 也許我叫 99 打一個名稱好了 也許叫99好了 不要打那麼長 我剛才打一個99好了 點tst 或者是你打一個英文也可以啦 99點tst 後面再加上一個豆點 第一個就給檔名跟副檔名 第二個的話就給一個什麼 給你要做什麼 針對檔案的話 我要寫檔 所以打一個w就可以了 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有fs 所以我就把f這個叫做檔案物件 裡面有一個方法叫做right 我會把檔案寫出去 有沒有 right的這個地方 你打一個w它會出現right 然後他問你說 那你要怎麼 上面是建一個檔名 副檔名 底下的話就把檔案寫出去了 所以我把它加一個s 也就是說把上面 剛剛print出去的這個9乘法表 把它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最後記得還有一個多一個敘述 就是f把這個檔案物件關閉 所以最後的話你把它close 好 這樣就存檔了 所以在python裡面 你要存檔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開一個檔給他 然後把你要存檔的寫進去 然後最後把這個檔案關閉起來 這樣就ok了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這個剛好同學問到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以後要存檔真的蠻簡單的 就這三行 所以這三行將來會不斷出現 檔案要存檔就這三行 而且還蠻直覺的 不太需要特別去背 好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沒有error message的話 那你可以在哪裡呢 可以在我這個 我應該是放在 我看到另存新檔一下 我把它另存一下 不過最好是你們存檔的時候 可能要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它剛好就放在那個什麼 我的根目錄底下 會多一個什麼呢 多一個99.tsc 我比較建議各位 可以在c碟底下 或者d碟底下 建一個目錄 然後先存檔 比如說我把它放在 C碟底下 我如果叫一個python2023的目錄好了 那我先把這個 先把它存檔 這個叫99 存檔名稱叫99.tsc ok然後把它存檔 那我把它run一下 因為我現在的檔案呢 是放在那個c碟底下的這個 所以我把它再打開一下 c碟底下 我剛剛是放在這個目錄 剛剛是這個模組是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的模組在這裡 那我剛剛不是增加一個存檔嗎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你run它之後 旁邊就會增加一個叫99.tsc 這個檔案有沒有 就在這裡 然後裡面應該放哪 放那個九九層的發表 打開看一下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成功了 打開 有沒有看到 九九層發表就在裡面了 我們就可以利用python存檔了 所以你會發現 你看python存檔原來這麼簡單 有沒有發現 很好記啦 我是覺得 因為python真的存檔史上無敵最簡單 如果以前寫java 天啊 光存檔還要考慮很多東西 但是在python裡面 這樣寫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重點整理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增加一個s的變數 因為如果你將來 比如說你要存檔 那你勢必你就不能用只是printl printl是看到而已 你變成要把它留下來 那留在哪裡 一定是留在一個變數裡面 所以我們增加一個s的變數 那就把它們串在一起 所以這裡的話 就是s等於s加 有點像剛剛累加的概念 但是它是累加文字 上面是累加數字 概念不太一樣 ok 就是把資料全部串在一起 記得尾巴一定要再串一個換行 跟printl有點不太一樣 那如果你要把它存檔的話 記得就是這三行 這三行非常重要 以後的話都會常常出現 你只要存檔的話 就是f等於open f指的就是一個檔案物件的名稱 等於open開一個檔 我通常前面如果沒有絕對位置 沒有c帖號斜線的話 它就會放在你的模組的旁邊 所以你會發現得到就是 我的模組在這裡 然後它的旁邊在這裡 ok 所以把它write出去看到結果 就是我們要的這個絕對方表 請各位試試看 等於延伸兩個重點 一個是文字的串接 第二個是檔案的存檔 ok 是 你要請問一下 這個我把它捧出來之後 這個階層不要把它放在裡面 如果你把它放在裡面的話 變成說 它每一個都換行 所以輸出結果會變成說 全部都通通換行 所以這個階層不要放錯位置 變成全部串一起 記得一定要放在是 它的上一階 上一階按backspace 就是意思說 它跑完一列之後再換行 而不是每一個都換行 ok 所以這個階層的地方 也要特別小心 ok 試一下好了 這個蠻重要的 所以 剛剛同學問的問題還蠻好的 我本來這個地方 本來是想要跳過的 因為 之後還會遇到 只是說因為剛好同學有問到 我就順便講一下 所以兩個重點 文字的串接 跟檔案的存檔 以後都會遇到 反正至少你那個檔案存檔 這個很簡單 以後如果你要存檔 就這一招就很夠了 而且說真的也不用背太多東西 就三行 ok 那之後的話 我還要再教 檔案的話最基本 除了存之外還要開 開就是讀寫 讀寫就夠了 那之後的話 可以把它改成像 CSV 或者是Excel Excel其實也差不多 但是Excel比較麻煩一點 是因為它沒有內建的那個模組 就可以直接存取Excel 而是要另外安裝 所以之後的話 像上禮拜有同學有遇到 就是說有一些外部的模組 如果Python裡面沒有 那你要學會如何安裝 所謂的外掛 擺話的意思是應該聽得懂 外掛 外掛才有同學 實際上這個外掛 非常的多 網路上官方的外掛 就四十幾萬種 一個外掛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不是 所以你會發生四十幾萬個問題 也就通通有人幫你寫好了 剩下來就是 你要懂得如何把那個 程式外掛進來 然後並且知道它有哪些方法可以怎麼使用 像剛剛那個 存檔不外乎就是用到一個open的方 open跟right 還有close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把它串在一起 那就存檔了 這還滿好記的 試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OK 就是把雲端白板地 右翼的地方再說 我有增加一個 就是這三行存檔的話 我額外補充的 我把它寫在這個底下這裡 存檔 所以這邊的話 那如果我要設定路徑 絕對路徑的話 你可以 比如說我想要放在這個目錄底下的話 你有沒有 我的習慣是直接複製這個路徑 點上面那個路徑有沒有 然後把它複製之後 放在這邊 有沒有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再加一個反斜線 那理論上這個反斜線 它是一個脫移資源 所以比較正確的寫法 應該是加這樣 反斜線反斜線 不過好像拍攝新的版本 如果你沒有加 好像也可以 好像我不確定 因為之前沒有加 它也可以過 所以沒有加可能OK 但是有可能也會我們執行來 所以如果加上路徑之後 有沒有執行看看 沒有BUG 那可以 可是如果它跳出說 你這個是脫移資源 那你可能就自己要知道 原來這個地方 我少了一個反斜線 當然如果你加這樣是比較保險 這樣子絕對不會錯 可是剛剛那個可能會出錯 有沒有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 可能你的路徑很多 那個什麼資料夾 你可能要加很多 另外還有一個解法 就是說如果你不想加這個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字串前方加一個小R 這個小R的話 意思是說 我裡面有很多這種脫移資源 但是我不想加 你就可以前面加一個小R符號 用來辨識說 你裡面的那個反斜線 可以不用再一直不斷的加兩個 OK 這個是一個小密器 OK 就跟剛剛那個小F一樣 OK 那你如果不知道也沒關係 只是程式看起來會比較 冗長而已 所以加一個小R執行的話 應該就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根目底下 應該就會有剛剛看到的這個99.txt 有沒有 那就覺得怎麼樣就出現了 OK 所以以後你說 假設我的資料不要放在控制台 只是看到 因為同學想說 老師我只有看到 我想要把它存起來怎麼做 答案就在這裡 存起來的話 非常簡單 就是 打開一個檔案給他 那後面的話 記得他的參數是W W就是Right 所以顧名思義 以後如果你要讀的話 只要把W改成R就可以了 R的話就是Read OK 所以後面會教各位 檔案的部分 R就是讀 寫的話就是W 大概就這樣子 那未來可能會多一個 就是A 你說A是什麼 A的話就是說 因為W是複寫 所以如果你寫了 假設你有新的東西 你就變成蓋過去了 可是如果你用A的話 它就不是複寫 它就變成Append Append就是附加在後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 比如說你從網路撈很多東西 你要不斷地存檔 把它存在那個檔案裡面的話 而不要被前面的覆蓋掉的話 那你就把它改成A模式就可以了 其實如果你用A模式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結果會變怎麼樣 它還是一直跑 可是你如果把檔案打開的話 它會變成很多99成馬表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複寫模式 而不會覆蓋前一次執行的 它會加到後面去 OK 所以其實大概原則上檔案互件 這三種模式就足夠了 一個是W 一個是A A是附加在後面 那還有一個是R 目前我們還沒用到 後面會跟各位講 其實也相當簡單 所以在Python裡面光檔案的存取 這個是史上無理簡單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把剛剛這個部分 再把它做做看 再看看 這次的質感 我可以說 有些人 那是 我們要來 我們要去做看 我們要去做看 我們要去看